一来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是在日前接获情思 表示游信犯嫌平日燃有毒瘾而且涌枪刺中 立即左手进行调查 刑警大队林文龙队长说 得知他准备在这个村安工作前要躲避这个警方的追气 那打算要离开这个本县侠 警方得知这样的讯息就加快脚步 经过法院核准这个搜索票后 那一举将游信犯嫌这个期货到案 据了解21号专案小组在三星乡大浦中路游信犯嫌住处埋伏 看到犯嫌不出家门正要开吃离去之际立即一举上前 出示搜索票同时实施搜索 当场在游信犯嫌随身背包里头查获改造手枪两支 改造子弹四颗 还在这小客车里头查获了枪支主要的零组件火药改造工具等相关证物 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屑管制条例等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警广记者林慧珍宁兰兰报道